第一个短片 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个短片 虽然我欠了很多机婚 但是这些机婚 都不用我未来的媳妇去还 因为这是我个人 给我自己定的一个小压力 作为我的媳妇 跟我在一起的时候 做好媳妇应该做的事就可以 对于女孩的长相 我没有太多的要求 俗话说得好 丑气金的家中卯 红粉家人惹祸心 但说这句话的含义 并不代表我想找一位丑女 而是找一位安安稳稳 过日子的女人 像那些整天在外边 浪个眉边 凑嘚嘚的那种女人 我接受不了 7号 吕雪 小驴说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叫吕雪 来自黑龙江客山 大家都叫我小驴 我的爱情宣言是 你有外债我不怕 小驴陪你闯天下 双击666没毛没老铁 小伙 我问你 你信用卡一共有多少钱 说你欠的 你说欠的 对 目前是五六万左右吧 漂亮 太漂亮了 我觉得你能欠银行钱 是一种本事 给你个赞 太感谢了 为什么 小驴 对 因为她能欠银行五六万块钱 而且每个月还能有收入 还能还进去 我想她以后肯定也不能错 所以说她敢欠银行五万块钱 那她就敢干十万块钱的事 漂亮 我感觉你花钱这方面就是 你手质太漂亮了 就你说什么信用卡 我没办法我也不懂 但是我适合而止 我自己能中有多少钱 我会花五分之一 然后那五分之四 你不得留着吗 你别看我说要我穿彩礼 但是你也得适当花呀 我感觉你说 现在是没结婚的 又成家了 给孩子买点奶粉 我还得处理点子吗 对不对啊 我长不下 我只能给孩子 我只能欠 欠金我只能还 但我涨不下钱 你首先得从自己身上 找出你自己的原因 为什么你涨不住钱 别人呢 涨不住钱 不得分怎么涨吗 我要是月挣一万的话 我花一千 绝对能涨九千 对不对 对 我要是月挣一万 我花一万二 我能涨一九千吗 绝对涨不上吗 首先你的钱花在哪儿了 你不一月一万 两万时候都有吗 不是每月都一万吧 就是有淡季 有旺季的时候 什么行业都有 对吧 对 演出也有 因为淡季的时候 一个月一万多 万八千 都有可能 刚才看了 一个月光还带 得还九千块钱 对对对 车 房子 是吗 对 你多大呀 二十六 二十六 每月还 每月还九千呢 这个我觉得压力也不小啊 你给自己这么大压力 为啥呢 就是 我怎么说呢 反正我涨不下钱 第一点 二是我想给自己压力以后 就是 就打打比如现在说 我现在月还九千 我要坚持把它做下去 真要是做到三年之后 我车贷还完了 我自然而然 我就会感觉我 我的生活习惯已经一样了 就是好比说 我月月挣一万多 月月挣一万多 我的生活习惯一样了 我没有时间去玩 吃喝玩乐 我只知道挣钱 等我当三年车贷还完之后 我习惯已经形成了挣钱 哦 有的人说什么卡奴卡奴啊 就是你变成这个信用卡的奴隶了 但是我觉得 他把它反倒作为激励自己的一种方式 或约束自己的一种方式 也是一件好事 这也是一种理财观 因为有好多年轻人 每个月也不少赚 但是这个钱呢就是攒不住 对 是不是 新年轻人特别难攒钱 结果到要结婚了 买房子买车了 都得找爹麻去了 对对对 如果这样的话 自己就把自己这东西先攒下来 谢谢 7号 小玲 小伙你好 我择有标准呢 其实你身上都符合 唯一一点呢 燕子姐王哥 我接受不了搞文艺范儿的男生 其他的都很好 你评价一下 觉得自己今天上场表现怎么样 还可以吧 没有找到就是慢慢碰 这个东西没有 不要强求 没有用 我觉得今天小伙上场 让我准备 要分天使送给你 谢谢燕子姐 好 加油 小伙 专盏 给小伙子 张身杰 也像一朵花 需要人来管带她 她会拥抱